老杨到处说 因为带宽的问题或者宽态的问题 我就不敢再做这个直播的这个尝试 等到我们把这个网络正常以后 我们再尝试我们现在的节目样态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介绍一下 国际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了 普京再度打开启六年的令恩期 将为决胜乌克兰打造外部的联盟 那么之前的竞争对手已经完全被排除和清除 普京是全心的专注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 然后呢 以及取得胜利所需要的所谓的联盟 纽约时报 在预化被中国围满的东欧 习近平访问了两个友好国家 上一次呢 习近平访问曾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东欧地区 还是2016年 当时他对捷克共和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当时捷克的总统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 说捷克将是中国投资不成的航空母舰 那么由于中国在俄乌战争过程中的支持俄罗斯 以及对从未实现的项目表示极度的失望 内收航空母舰后来还是成了 同样泡汤了 还有包括东欧和中欧地区对中国巨额投资的厚望 所以这次来他只去了 萨尔维亚是去了匈牙利 在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动荡的环境下 长期领导这两个国家的专制领导人 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捷克人波兰人以及几乎所有因为俄乌战争 对中国非常厌烦的国家 那都很多 特别是中欧和东欧 立陶瓦三国就不用说了 但在匈牙利不是问题 至少对欧尔班政府来讲不是问题 那对武器提来讲 中国在俄乌战争的亲克里姆林宫的立场也不是问题 因为武器提跟阿尔班一样 一直跟俄罗斯跟中国表示友好的联系 从中国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武器提当然有一些阿仪奉承习近平的话说 有成千上万的事情我们可以合作 可以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学习 台湾就是中国的布鲁智宜 那么谈到了2016年欢迎习近平的捷克总统 其实泽曼去年已经卸任 据任者是退役的北约的高级将领 破维尔 由于破维尔跟台湾的蔡英文进行过对话 他激怒了中国政府 曾经还表示过中国不是个友好的国家 中国说台湾是他领土运混 但中国对捷克的投资已经少到了威惑其威 那么现在中国的资金拥近 匈牙利还有萨尔维亚 这两个关系的一个基础是对美国 他们有共同的警惕 那么谈到了这个布达佩斯和贝尔加尔德的高速铁路 虽然这叫铁路很长 但是设计和各方面的原因进度很缓慢 全长期是在有342公里 到目前为止只有100公里投入影影 那么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慢的速度 非常慢 但中国也强调在萨尔维亚当地的投资 已经接近了200亿的美元 中国在匈牙利总投资也接近这个数额 包括条款保密的贷款 那么布达格有一个专门研究 这方面的问题的一个研究员认为 匈牙利和萨尔维亚依赖中国 不仅仅是为了经济 而是向他国内选民显示 他们奉行的独立的政策 同时也向欧盟和美国表示 他们不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当然明白 这个相互作用的一个方式 习近平他认为也是利用这个来扭转欧洲 对中国不断变坏的看法 当然这个看法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 也存在于欧盟的一个委员会等机构之中 斯洛伐克研究组织 就发现对东欧和中欧 他们对中国的互面看法也在急剧的上升 那么就是在波罗的海的国家 捷克共和国一样 那么在匈牙利其实只有26%的受访者 对习近平持正面的看法 持负面的看法比例超过了39% 但无论怎么样 应该说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 已经成为中国的安全政治空间 中国指望匈牙利来试图软化 欧盟的对华政策 包括中国不受它的因为 俄乌战争的所持立场的影响 那这里面在地缘政治的利益和经济利益来讲 在塞尔维亚表现特别明显 虽然他也一直渴望加入欧盟 但是波叶加入欧盟 对俄罗斯失线的制裁 那么这里面当然一个科索沃的问题 他们是比较重要的 那习近平是在兴起二从法国抵达塞尔维亚 刚才那一天刚好是三名中国记者 死亡的25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蓝色捞炸馆这个事 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民来讲 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很多中国人认为使馆被炸 不是意外的事故 所以习近平到访之前 被尔格拉德举行的一系列 得到了政府批准的活动 包括塞尔维亚共产党人 在中国文化中心外的活动 他们写出了欢迎国家主席 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 台湾属于中国的横幅 那么这条在大使馆那个原址 那个街上啊 他们准备改名为 在北约侵略中国 在北约侵略中遇难中国人之街 那么匈牙利呢 听说也是 也是对这个北约欧盟啊 有的看法 但对中国的态度也不一样 他对中国的主要兴趣 还是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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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希望中国投资者的帮助下 把匈牙利变成了电动汽车 电池和其他新技术的制造中心 当然呢 承诺 已经将中国准备承诺了 100亿美元的投资 比亚迪的在欧洲的主要产生产基地 就在匈牙利 对中国来讲 应该说 征收 所谓的关系 不适合用于在匈牙利 组装的电动汽车 匈牙利可以把贿物免税 送到欧盟的其他国家 当然其他就会有一个免税的问题 中国人在 匈牙利的感觉很舒服 虽然公众可能不太喜欢中国 但政府很喜欢 耗失78亿美元的中国电池公司 电池厂在匈牙利东部动工 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抗议 当然 武器局的政府对大型钢铁厂 对采控产业的影响 也没有什么不再理睬 那么这里面来讲 就是通过习近平访问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那么希望向世界表明 虽然中国的东欧和中欧的影响力 在下降 但没有完全消失 那么对于在中国的俄欧战争中 手持立场的愤怒 三个波罗的海大国家 已经正式退出了16加1的合作 那么现在这个16加1 现在讨论的最多 16加1是不是已经死亡 或者已经变成一具僵尸 德国之声 谈到了塞尔维亚跟中国签署的历史性的决议 叫构建共同命运体 就是人类共同命运体 命令共同体 大概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签了以后 中国和塞尔维亚还要展开什么 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呢 协议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他们有一些分析 这个 这实际上呢 这种共同体的概念 就是一个结盟的潜在意义 潜在意义 特别反映了中塞关系的战略性 特殊性和高水平 习近平是5月7号到达塞尔维亚 刚好是美国南修法诈管的25周年 这个事情加速了中塞之间的建设的 紧密的静止联系 我记得那一年的这个战争过程中呢 完全没有空防能力的塞尔维亚 贝尔战略市民手拉着手 组成了一个数十公里长的 这一个人的这个纽带 表示对北约飞机的一个 对匈牙利的 对南斯拉夫 对当时候的塞尔维亚的轰炸 狂轰乱战这种抗议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的塞尔维亚受到的礼仪 是空前的 那么非常多的人呢 有一万人集聚来迎接习近平 在中国大陆现在集聚一万人 欢迎习近平也不太容易 因为呢有安全保卫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个武器期呢 对人情发表来热情洋溢的讲话 说习近平是铁杆朋友 访问是历史性的 习近平也说是铁杆 铁杆这两个字进入了外交术语 第一次使用呢不是巴铁 而是塞尔维亚 中国在塞尔维亚投资了数十亿的美元 采矿和基础设施 那么中塞命运共同体呢 当然有一些说法了 都是互惠了 诸如此类的滞留贸易政策 当然知道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内陆国家 中国一直是塞尔维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关键国家 它可能就是通往中国 通往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这当然评价也是特洛夸张的一点 中国呢 这个俄罗斯陆期乌克兰以后 塞尔维亚得到了一套先进的 中国的防空系统 是由中国的空军运20运输机运送的 那么这个武器的运送经过了 至少两个北约成员的领土 就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美国人设认为 有专家认为 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一种体现 星岛日报说 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万能空向热烈欢迎 铁杆的朋友来 那当然了 塞尔维亚是组织了一万五千人 挥舞的两国国旗 那么武器旗说 习主席是伟大的世界领袖 伟大的 惊久不息 此起彼虎 雷云般的掌声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形容词了 在塞尔维亚就听到了 那么当然就讲了 中国在习近平统主席的坚强领导下 这个伟大的世界领袖 取得了几次瞩目了陈旧 是世界发展和进步了灯塔 巴拉巴拉一大堆 现在要鼓励开通了中国和塞尔维亚的直航的航线 那么有很多具体的交流的东西 当然两架空军战机 护航等等的事情 到处都是中国红 中国红 乐烈欢迎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老习呢 这应该说呢 到了这个塞尔维亚应该是轻松很多了 不像在法国那样 绷得很紧 明报说 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两国建立命运 共同体的关系成为欧洲的首例 那么塞尔维亚要获了中国六个主意措 包括了贸易协定 增购农产品等等 今天的BBC也就是谈到了这个头版头条 习近平倒反铁杆朋友塞尔维亚反感北约 但靠拢欧盟的巴尔干的苏宁 这个开头写得很牛逼 红旗从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机场开始 沿着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塞尔维亚首都的市中心 他说用这个方式来参与习近平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展示自己对这种铁杆朋友 有意的自豪感 在西城门也就是人本上的基尼塔基尼克斯塔 整座塔披上了中国的国旗 那么旁边刚好是个海信的广告牌 海信去年是在塞尔维亚开了一个冰箱工地工厂 那么应该说塞尔维亚是很重要的一次访问的 这次访问的一个一战 习近平很可能会利用这次行程来批评北约 但是他在为塞尔维亚的报纸政治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 习近平人民的中国人民对25年前的事情的情绪依然高涨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中国人民珍惜和平 但我们绝不允许悲剧或者悲惨的历史重演 这个事情会引起了塞尔维亚人的共鸣 商业联系也是个因素 那么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叫做李明 他说双边贸易额现在已经升到了43.53亿的美元 中国自己在2022年已经成为了塞尔维亚最大直接的投资来源国 海信、纸巾矿业、玲瓏灵胎 联合国的数字实际上把中国排在塞尔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来源地位的第五位 前面是德国、意大利、美国和俄罗斯 但是中国的投资引人注目 特别有电动、高速、列车 那么应该说还有包括桥梁、道路、隧道 还有污水处理等等 中国公司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 那么武器齐是为习近平举行宴会上 亲自为中国同行讽上了哈雷尔维亚最好的葡萄酒 他说我们的葡萄酒不像法国那么昂贵 他相信习近平会喜欢他挑选的葡萄酒 不知道会不会送几箱给习近平带回去 这也许对马克龙的温和的嘲讽 马克龙接待习近平 但是他法国总统送给了 赠送的是一瓶路易十三的干一百万地 在贝尔格莱德的售价高达五千欧元 很贵 但是他说我们的塞尔维亚葡萄酒比较好喝 讲到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有一个小品 吃火腿烙家常 马克龙的魅力公式能打动习近平吗 他说马克龙是很相信个人化的色彩 个人化色彩是外交的关键 他把习近平引进了比利牛十三脉 比利牛十三脉的一个约两千一百米高的山口 希望能展示童年记忆中的壮丽景色 结果就遭遇了农牧和大雪 上山的路漫长湿滑 还下着倾盆大雨 当然也有很多人呢 挥舞了中国的红旗啊 在沿途几乎的时候的村庄站出来 他说他们奇迹般的来到了法国西南部 偏远的山区表现出一致的热情 这应该是有组织的 有组织的 虽然只有两个小时 他撑着闪到自己的一个牧羊人的小站 欢迎了习近平 刚才看到算着五颜六色当地服装的牧羊人 舞者随着长笛手风简简鼓的声音旋转起来 这个表情很有意思 习近平无动于衷 但他的妻子彭领岩笑容满面的骨子长 46岁的马克龙用熟人之间的你 来称呼70岁的习近平 而不是正式的您 他送给习近平一件黄色的运动衫 有那个环法自行车冠军的丹麦自行车手的一个温格高的签名 他说我知道你有多么热爱的体育 他是出了名的足球迷 据说习近平是 这描绘很有意思 他说一讲起的这个外祖母马克龙是滔滔不绝 也不管习近平听不听 当然马克龙的好朋友厨师阿波萨迪的午餐 制造包括火腿肉 这个黑猪腌制了24个月 阳间肉还有蓝莓馅饼 奶酪和美酒应有尽有 开胃酒的火腿轻缩给习近平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他表示会在国内推广这款火腿 当然金华那个时候炽热的西班牙火腿质量也不错 这个马克龙所希望的整个现场气氛是欢快轻松 还有那个亲密 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 他是另当别论 在这两天的会谈中 习近平经常面带微笑但几乎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他有意思 就是把马克龙的努力损了一下 损了一下 法国的官员说自从6年前 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进行会晤以来 马克龙跟习近平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密切的纽带 为马克龙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领导人内心想法的渠道 他说是其他西方大伙所去不具备的 不具备的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迷住你的法国选民 但是呢 马克龙是不止一次成功的做到这点 但要把这种能力转移到复杂的国际关系 就要复杂的多困难的多 即使你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纽约时报说午餐是私人性质的 只有两个领导人和他们配偶四个人参加 原来计划在露台上用餐 但没办法 因为要下雪 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流出来 流出来 当然 马克龙频繁的讲人权问题 但是联合公报等等都没有表现人权的问题 当然了反对党 对这次的接待 他们批评意见很大 特别是对新疆问题啊 诸如此类的问题 那么也谈到了午餐使用的葡萄酒 是2008年的让 旅客 还有呢 克罗伯 那么他的 他的红裙 红袍也是红裙 也是红裙 但是讲到了外交啊 这想起的大红袍 外交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 那法国人这东西做的比较微妙 比较细腻 德国之声 也是白夏 白夏的一个说法 习近平访欧 准备打破欧美的阵线 他说在这个 欧战争问题上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诸多矛盾 欧盟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冯德莱恩表示 全力以护 把所有的手段拿出来 对付中国 欧战争 当然对俄罗斯 对欧战争 对欧洲来讲是 攸关生死存亡 欧洲是坚信中国的帮助俄罗斯 对中欧关系 这是个非常消极的因素 当然呢 在人权问题上 他没有公开谈 他有为中国争有这一说 总而言 他认为了 习近平来是这样 打破西方阵线 希望欧洲的欧盟对中国看法积极一点 所以他这次选择的法国 匈牙利 塞尔维亚很明显 法国呢 应该是一个独立自主 外交的一个战略自主的说法 当然中欧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的矛盾会比较突出 欧盟呢 对中国是有一个更强硬的立场 希望抵制中国产品的大国民的涌入 当然中法关系60周年 这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实际来想呢 就是邀请了冯德莱 一起跟习近平见面 应该说 他是不是可以说 法国的对华政策 也为他的强硬一部分 当然是 当然是 应该说呢 就是马克龙特别不希望欧洲完全听美国的话 所以他也说他不要参加新冷战 那么这里面呢 重复了戴高乐当时对中国的评价 当然我们知道了 大家知道习近平到塞尔维要到匈牙利啊 应该相对是个轻松很多的一个形成 形成 欧洲是坚信中国的帮助俄罗斯 这一点来讲呢 就是说 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是会比较消极 消极 是的 曾有这个是要讲不同意见观点的 马克龙正是顾着讨好习近平的 大概没有曾有这一说了 好 法广今天这个头版头条才有意思 触拥习近平的五位大员 而站在路边欢迎的华人群众 这是习近平的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欧洲行 第一站是法国 陪同他的访问有一众高官 叫蔡奇啊 王毅啊 华春莹啊 还有孔少逊 当然还有包括卢沙也 五个人各有所长 五个人各有所长 那么当然也知道了 这个一论引起了一些关注的 当然包括习近平策队所见之处 路边有高举特大号的五星红旗 据说是自发的欢迎的华人群众 是的 有没有这个必要啊 到那个地比牛市的山里面冒着大学 请他吃火腿啊 当然有人说 有人说也可以啦 反正外交就这么回事了 就是就好像他当年的劝普京放下屠刀一样 有没有成果呢 没有说 但是他们注意到了这个陪同团 除了传闻党内的帝位将明显提升的夫人呢 彭丽媛 首要大员呢 就是蔡奇 蔡奇又兼了好几个小组长 有人怀疑习近平对他的信任程度 已经超过了总理李强 对蔡奇 他对国际事务有多大的把握呢 没有人知道 但蔡奇的内政是有记可考的 最著名的是为了进入中南海 在东南海在北京市委书记任内建立一个大工薪 就是消除低端人口 这样做跟共产党为穷人打 天下人民至上的初心远远是背道而驰的 好了 习近平率领的大员都是亲信 亲信比亲信 哪个更亲信 那么这是个问题 哪一个人的建议更有用 蔡奇之后的第二个大员呢 应该是王毅 王毅毫无疑问是中国战狼外交的创始人 带出了一批剖具战狼风格的外交官 比如说 华春莹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无论是在机场欢迎习近平还是爱丽瑟瑟公参加会谈的都奉陪的 就是法国媒体比较熟悉也比较讨厌的卢沙也大使 卢沙也在接受法国媒体是惊人之语 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性的主体独立国家 他说毛泽东流放啊 迫害啊 杀害几百万的中国人啊 六四天安门事件都是很八卦 当时法国对这个人的抗议浪潮很大 有一段传出黎乌斯啊 也可能会调回中国 但看来习近平还是信任他 所以一直战斗在法国最好的一个前线 当然还有一个人呢 他认为这就是那个孔少逊 孔少逊呢 就是二十大的时候把胡锦涛驾离会场了 就是孔少逊 孔少逊的官方职务的 中共中央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局的局长 他认为呢 这个陪伴习近平出席马克龙欢迎仪式的 都不是一般的大员 而且每个人都很强硬啊 欢迎人群也是独特的啊 欢迎人群 但是呢 侨民其实很少主动 这个肯定是卢沙也大手花了很大的劲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是被动员呢 是资付费的还是资愿的呢 这个有点太朝鲜了 太朝鲜了 当然有利益采访这些欢迎人女生 有一个年轻的女士要接受访问 用法语答复 马上有个人说不能够接受采访 就是说这些欢迎人群是有人管的 有人管钱 有人管饭 有人管说话 有媒体解采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 但没有这种自发习惯的法国人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他们看到一群中国人在排阅如何一眼 习近平到来的欢迎 他们说这个重复的排练啊 这些村民是如何这样自发欢迎的 法国人感觉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些人群呢 当然你也没有讲 这个不容易啊 他说从里昂嘎那等南部的法国城市 赶去比利牛十三 要走高速六个半小时 做公共交通十五个小时 这样的自发的欢迎真的是不容易啊 他说卢沙耶同志啊 太辛苦了 那么现在来讲了 到了这个塞尔维亚到了匈牙利啊 那么看到的就不一样了 习近平防法未能虚散 笼罩在双边关系上空的阴云 他们没有看到美丽明信片上的蔚蓝身的天空 那么这里面总结归纳以后了 就是说习近平访问欧洲回去以后呢 普京马上就在上面拜访 法广谈到法国报刊杂志 习近平访问法欧洲 结识了两个世界的冲突 匈牙利是中国通往欧盟中心的大门 法国费加罗报说呢 马克龙并没有赢得中国的支持 反映出法国在面对中国时 切换影响力 那个整个中国是更加的封闭 而更加敌视西方的这么一个文明 他说这个法国总统在没有记者提问环节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 习近平是不自在的闭眼养神 在他紧张的表情背后看到了不是有关人士经常提出了友谊 而是两个的任何事情当中相互对立的世界之间的对抗 巴黎希望中国利用他的克里姆林工的影响力 对他施加积极的影响 当然了这一点不一定做得到 习近平总是在承诺上大做文章 所以头脑清楚的法国人认为 中国政府去年也做出同样的承诺 但是承诺归承诺 有没有落实再说 美跟习近平交谈 甚至试图影响他的立场是有用的 这是法国原来一个前大使 但绝对不能成为法国的中国问题上 从涛夫策的机会 因为民意特朗主义留下来的等距离理论 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 当今的世界的主流是金砖国家愿景和多方结盟 但是呢 马克龙可能拒绝接受集团的理论 那么就是说 以莫斯科和北京为首的修正主义势力 已经组成了一个集团 跟西方世界 他的政治文化价值观 以及霸权在做斗争 习近平在这首次的国际亮相中 似乎变得更加封闭和敌视西方的文明 所以呢 这个惠加勞报这个文章 就谈到北京在所谓的什么 这个俄乌战争的中立 能来是还是渗楼 一个西方 一些西方国家立场伪装 假装相信他 北京从来没有谴责 俄罗斯陆克乌克兰 那么就是说 中俄前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非正式联盟 在政治和在经济和军事上面 只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这个看来他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准结盟 那么谈到了这个 塞尔维亚跟匈牙利 这个比重会大大 因为两个 这两个国家的亲中和亲俄 有个外交人士提出了问题 说习近平是否认为 法国是个另外一个可能性 在布达佩斯和贝尔盖来的 这样可以打入气质的国家 简而言之 北京跟巴黎之间的特殊关系 属于过时的外交软件 面对中国 法国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分量 一个团结意志 坚定不移掌握军事的欧洲 将是捍卫乌克兰和欧洲大陆利益的 唯一的机会 但是欧洲能够团结吗 法国的论坛报说 这个匈牙利是通往欧盟中心的大门 这讲了匈牙利跟中国的关系 匈牙利是通往欧洲中心的大门 对匈牙利这是成为世界电动汽车领导者的途径 那么欧尔班对中国的友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系的互动 关系的互动 很多投资呢 其实中国对匈牙利的项目的贷款 尤其是铁路 一个学校的中国大学的校园 就是复旦大学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分校 得到了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抗议 那么这里面就讲了 离开了这个法国以后了 大概意思习近平后面的行程比较方便了一点 轻松很多 德国之声也是叫德国之行最后一战 习近平呢 就是访问了这个匈牙利 但是昨天就到了 昨天就到了 跟匈牙利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还是谈的电动汽车 谈到中国的关系啊 袁协通 他说中欧关系是稳定和可靠的 中国企业来匈牙利投资很有安全感 也不用担心他们生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说是这么说干扰还是存在的 匈牙利匈中两国的关系 那么应该说呢 就是欧尔班的小圈子也是备受批评 备受批评 匈牙利是99年加入北约 在俄战争问题上 匈牙利场和其他盟国截然不同 他呼吁立即停火 对所谓的战争狂热给谴责 他的外交部长说 匈中两国在推动和平方面拥有绝对的共识 金融时报今天呢也是算很重要的位置 谈到了习近平赞扬匈牙利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那这个呢看来还是在经贸为主 这个主体做出了大量的承诺 亚洲 亚洲这个自由电台 那么谈到了习近平访问赛尔文要打的是民族 民族主义的牌 他认为平掉北约的诈管的实难者 当然呢 他们认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诉求 但不一定管用 这是呢一帮 中共的批评者的一个批评的意见 当然呢 讲的非常的 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知道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要让西方国家都认为 他们都是 都是对习近平打欧洲牌 打民族主义牌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笑话 当然这是那些缓华人士的意见 没有这么做呢 一用这个机会是要安护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张普的观点 明报了 有个学者 明报说 学者说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成果多多 欧洲的战略自主的应该在触底反弹 这又是 当然是北京的学者的赞扬了 观察者网的一个观点 叫吹洪剑 他的看法 美国的媒体呢 是说呢 习近平留凶欧 是因为 在中国的外交上没有更好的选项 没有更好的选项 美国之音 就讲到欧洲议会的议员 他说 习近平欧洲之行分化美欧同盟的可能性为零 说了半天就是 根本没办法 第三级力量跟美国西方 其实呢 欧洲你要把法国的战略制度扩大为 自行歧视的第三条道路 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马克龙虽然有独树一指 虽然可能也是一条裂痕 但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倾向上来了 你要法国放弃他原来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 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中国是不是错判了欧洲呢 这个金融时报也有一个这个分析 金融时报的首席 外交专栏作家拉赫曼 他说在最近访问北京的时候 发现北京的外交政策的专家对法国提出 欧洲要实现一个美国的战略制度感到着迷 马克龙表示欧洲永远不应该成为美国的互用 在中国是备受青睐的一个语言 习近平对马克龙无意保护台湾 免受潜在的中国列侣的严略感的欣喜 那在美中的博弈中 如果寄希望于法国 萨尔维亚和匈牙利 他认为是误读了法国的战略意图 高估了萨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影响力 法国的战略制度的言论 在很大头上是关于能够加强互补 的愿意能够成为跨太平洋安全 做出比欧洲目前更多的贡献 这个中国的解读他认为是错误的 解脱的 那么指望欧洲的部队将来成为美中顶足的第三级 他认为不现实 即便让我们想象一下 欧洲成为第三级 但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战略上 比目前更符合中国在欧洲的利益 在华盛顿的菲克顿也说了 欧洲现在仍然不够强大 没有办法成为世界六个极点 但切实看到了世界秩序分裂的趋势 一方是美国这些盟友和他们合作伙伴 一方还有中国和他的伙伴 是的 就讲了欧洲议会的议员 当然是个别议员 就分化美欧联盟的可能性为零 我们是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 亚洲自由电台 说习近平反卫塞尔维亚匈牙的事关和总在欧洲的战略企图 也是试图一个分析 当然这里面讲到了藏人 新疆人的这么一个 习近平并不让人意外的访问地 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去 不然除了这两个国家 大概没什么国家可以去了的意思 中国有中国的需要 这个需要是战略上需要 加强巩固的需要 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是借题花灰 是为了内部的宣传 这个节换点已经有了 再谈到了未来汽车比亚迪汽车的问题 匈牙利虽然在欧盟的影响力不大 但匈牙利在2020年的下半年 会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这个职位虽然是容易性的 但匈牙利可借此做文章 它在议程方面的设置 议事的叙述有硬定影响力 中国很可能在这方面打得如意算盘 想借这个机会来影响欧盟的对华的政策 好了 其他的消息吧 美国之音说 美国撤销某些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 北京反对 表示坚决反对 华为当然也活了所有的指控 那么应该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美国对华为的步步紧递 华尔街日报谈到呢 中国为什么迟迟不出台重大政策 刺激经济的 刺激政策的原因之一 是要等特朗普 因为呢 对于北京来讲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 是必远远大以利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美中之间可能在爆发 新一轮的贸易战 所以北京得保留火力 这个呢 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一项严肃的华尔街日报 昨天呢 也报道了一个很有趣的消息 艳星丹尼尔 出庭讲述 他跟特朗普初会的暧昧的细节 那细节讲得很细了 包括这个 当然关键的是 关键的性爱时间不长 还有一个呢 这个丹尼尔拿着一本杂志 敲打着特朗普的臀部 那应该那时候臀部还是有弹性 那这个消息呢 这个整个画面呢 搞得大家感觉很尴尬 特朗普也很尴尬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特朗普的性丑闻 拜登的严肃演讲 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选 关于美国总统人选 美国人在周二 得到了这样的形象 一个带着孙辈 去达豪集中 迎见证纳税死亡 极终于的恐怖 另外一个穿着平脚内裤 坐在酒店的床上 等待跟色情明星 发生性关系 就讲到在距离投票不到 182天的时候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 的超现实同步 捕捉到了美国总统选举中 不时让人觉得 一真一幻的现实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总统竞选 有深刻的一面 也有艳熟的一面 这是一场具有重大后果的竞争 有着马戏团般的环绕音效 一个正在努力的应对 两场海外战争和国内大学 四奥元烧乱的国家 还要奋力去了解一名已婚男子 跟一名在以镜头前 做爱的职业女性 之间的风流运势的 种种不堪的细节 特朗普好玩 他妈的这个老头有意思 那么讲到了这个过程中 就特别谈到了这个 丹尼尔谈到了当年的细节 当年特朗普60岁 丹尼尔27岁 只比伊万卡大三岁 那么他作证说 特朗普跟他说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女儿伊万卡 他聪明金发漂亮 他也是被人低估的 他管丹尼尔叫宝贝 这个过程因为太详细了 这法官说不要说得那么详细 讲到了脱下裤子的一些 所有的动作 非常的有意思 好了 我们谈一下Tito的线 纽约时报说Tito起诉美国政府 要求推翻强制出售的法案 这个周寿之啊 这个张一鸣 聘请的队 他还是有战斗力的 这个看来 这会议是个很漫长的 没完没了的一个官司了 看那样子 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打得赢的 好了 纽约时报之前呢 就等 Tito这个消息 华广也报道 Tito和中国母公司起诉美国政府 美国的最高法院面临挑战和考验 因为美国这个法案呢 是违宪 一般认为这套法律战可能打到最高法院 或法院 纽约时报 美国大学的校园抗议成了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宣传武器 这里面谈到中国充分的借助了这次美国校园的这个东西 对大外宣上对美国进行很多污蔑和指控 大概意思是怎样 好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消息也关于香港 英国BBC说 愿龙光归香港 香港律政司上述得职 华院颁布临时的禁制令 就是这首歌是禁歌不能唱了 以前诸如此类 那么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做法是必要的措施 当然国际特色组织 人权组织都反对这个做法 香港特区政府认为这首歌已经被武器化了 武器化了 一首歌变成武器 那么这个东西在香港已经成为了禁歌 能禁得住吗 搞不清楚 那么法广也谈到美国 美国谴责香港法案禁波 反送中的歌曲运动歌曲 愿龙光归香港 在美国政府为此呢做了专门的一个声明 好了 那么联合早报今天有一个下午茶就谈到了 防止南海成为亚洲的乌克兰 这个题话很严峻 又是在南海问题 在台海问题 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 如果打起来那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呢 在真正能得到呼应的认同度不是太高 但如果再跟菲律宾在南海决议史战 或者打一场什么战 很容易激活和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持和认同 所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有如果有下决心跟菲律宾不只是打水炮的话 那么一出计划 亚洲的乌克兰就不是台湾岛 而是可能就是南海这块海域 如果是真打出来 那么亚洲的乌克兰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战局呢 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想象 一些想象 那么我想今天呢 这个读报的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大概想知道的这个新闻都有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能要来聊聊 很久没有了 毛锡女将军 毛锡女将军 毛锡女将军据说的总政治部 已经明确的向毛锡女提出四点警告 因为他这些言行已经触犯了党的政治规矩 因为这个毛锡女最近那个讲话 可能会触犯一些出格的言论和举动 受到了总政当局的这么一个警告 那么大家知道毛锡女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虽然这个嫡孙是不是 DNA是一致的当时的挑选这个精子 是不是出现什么偏差 总而言之呢毛锡女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吃肥 然后呢动不动着我爷爷 他也好像没有什么本事 研究一辈子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那么也研究他还真的还不如过毛远心 毛远心呢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讲话记忆还是滴水骨漏的 最近有一个讲批林批孔的事 应该说还是讲得很有章法的 那么毛心里最近的话题会比较多一点 多一点 先是因为吹嘘毛岸英带兵攻克 柏林 就是说攻打柏林是毛岸英带的坦克 长驱之路 后来又传出他跟毛泽东跟几个女儿 跟毛泽东的几个女儿不合 缓乡 既主义快去 但是形同路人 那么他关键是有一些这个出格的举动 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回应 那么总政治部的主任当面约见他提出警告 警告了这个是香港的动向杂志 不知道这个杂志是还在吗 应该现在要出这个杂志也不容易 应该是电子版的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的主任叫苗华 三十一军背景 中主部的副部长 一起找毛心里进行谈话 在军队的叫训事 警告他第一点 绝不能凌驾组织行动 第二必须自觉 严格的遵守党级军级政级 第三不准对外乱做评论 第四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从外界的评论指出了毛心里受到警告的情况来看 应该说某些举动和言论已经触犯了党内的一些禁区 所以才招致的政治部主任联手中央组织部正式的训诫谈话 我觉得这个消息的可靠度在这里面有一点瑕疵 这个跟中主部有什么关系呢 军队的干部军队管 应该说如果是组织部应该是军委的这个政治部的干部部 那么有人出来跟他见面 因为去年的五月据说毛心里在官媒的博客 借题花灰 说他的博父啊 这个毛岸英 曾经带领他的坦克连一直攻克 攻克到了柏林 但是身为中共的军事科学院的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的副部长的毛心里 他没有说明这段典故的出处 没有历史资料 当时呢中国的历史学者张立凡 那么有发表评论 说毛心里所言的毛岸英对德参战的内容根本不存在 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是杜撰 所以网友也就评论认为毛心里是杜撰历史是话虎不成话内犬 不是赞大伯是坑大伯 那么资料显示我们查了一下 1944年8月到11月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经结束了参加苏德战争中的苏军 并定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 当时毛岸英是白俄罗斯第二方面的见习生 俄罗斯的历史学的护博士 斯维特兰纳 科尔纳耶瓦索 见习生的身份意味着毛岸英没有参加战争 而是在战地观摩 中共的两会召开 毛心里呢 他好像是政治政协委员嘛 那么被记者团团包围 就是说冷不丁冒出一句话 今年围堵我的记者空前的热烈 引起了大量网友的一个调侃 之前呢 这个毛心里将军在接受采访时 有一大段的大实话 也成了网民的笑话 他说 我妈妈曾经想让我去美国读书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 我听说的美国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要高 是这样吗 很认真的问 来访者说恐怕都不是 毛心里探口气说 那么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国的 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化成变化 或者就不回来了 老兄 讲大实话 一个现役的将军 怎么可以随便让你出国呢 那么由于这个毛心里一出口就是我爷爷 一闭口就是我爷爷 所以外国媒体说 他说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人 他正是正在出他爷爷的洋相 出毛家的洋相 更是在共产党的洋相 当然了毛心里在中共的体制内 就是一个卵柿子 他自己不支持他的问题 但毕竟也是毛泽东后人 听说毛泽东生前没有抱过他 也不想见他 到底什么回事也没说 我记得是习近平上台主政之后的某个八一建金决 习近平走进了老干部的习中 挨个亲切跟老干部握手 但是走过毛心里的桌子 毛心里站起来等着 结果习近平理都不理他 从身边就走过去 把一点尴尬的毛心里将军 在那手不知道哪里怎么握怎么放 这个镜头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 真的是给播出来了 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删掉 播出来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这个将军呢 其实在中共的党内军内的地位是不高的 一般人也不一定看得起他 最近呢 其实有一个特殊的表现 就是他比人来轻瘦很多 看他减肥 还是有一点成效 但不管怎么说呢 到底苗华会不会亲自来见他 我们也不敢断地 但是呢 他这个口无哲拦 这算是个毛病了 因为他即便不懂得为人民服务 他也要为大局服务啊 那么怎么叫大局 他应该比我们知道 要自觉去维护习总书记的一个 伟大领袖的权威 这一点他应该是想努力做 但不一定做得很好 有意思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这两天 这个习近平在欧洲的访问之行 应该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这次应该总会带几瓶好一点的酒 回到北京来 然后呢 这个是塞尔维亚的酒 会不会也带个几箱回来 那么应该是满载而归 主观的意图上 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 应该是达到了中共 在外交上的主观预期 那么能不能奏效 能不能达到了原来的战略要求 那各有各的说法 总而言之 西方的舆论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 看法的参差 观点的不同 然后呢 对马克龙也有点连销带打 但不管怎么 人家是民主国家 虽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去旅行 他作为一个法国总统啊 这一个职责啊 不管怎么说 至少他对外祖母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这一点也不容易 但那天呢 说实在做了六个半小时 坐公共汽车坐了15个小时 然后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村庄 出现一些哪个巨大的五星红旗的欢迎 这个习主席的一律而过 这样的车队啊 那这些自发的行为真的是令人敬仰 敬仰 这些人其实也回国以后啊 弄个乔委员啊 弄个乔选的这个政协委员 干干的 我认为是 再怎么说都是应该的 大雪天啊 倾盆大雨 举着五星红旗 呃 还没有喊出口号来 他习近平的车队都过去了 不容易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自发的表现 那么中法关系 中欧关系 当然都有各自的理想的一些诉求 但是不是都有一些理想的目标的实现 这就难说了 呃 对中国的外交来讲 这是2024年的访问欧洲这三个国家算是个重头戏 算是个大手笔 那么当然您也能够体制中国在整个欧洲外交的分量 那就看下一步的重头戏 那就是五月中旬以后普京到中国来 习近平跟他哥俩好 会说些什么话 会表一个什么态 会给普京什么样的支持 我记得去年他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公大门外 他跟普京说 百年未有之大办局 我们两个人一块来推动吧 这个话当时给清晰无误都被传递出来了 那么习近平一定是不会跟马克龙来一起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办局 但是跟普京会不会坚持到底 这个也是我们持续的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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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